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多瑙和南安为了解围不达佩斯双方打得不可开交的同时 苏军乌克兰第二方面军的左翼部队也在多瑙和北安和德军和匈牙力装甲部队发生了一系列交战 据作者推测文中的苏军多半属于22或21进位坦克旅 以下开始此人的回忆 我们一排的黑豹坦克接到了不惜一切代价阻止苏军继续推进的命令 我们在村边三公里处建立了前哨 我们和三连连部取得了联系 并频繁的向他们报告此处的情况 1944年 东线的黑豹坦克 大约两小时后 我们听见了低沉而有力的疫情声 那一定是苏联人的重型坦克 随后我们发现了10辆苏军坦克 4辆斯大林和6辆T34 这是一个艰巨的任务 我们占据了有力地形 收拾掉T34对于我们的黑豹坦克来说 不存在任何问题 但是这些装备类122毫米大炮 和改进行后重装甲的斯大林 原来是 应该是指一体化手上的 IS2后七型 将会是难缠的对手 我们立即向连部报告了情况 根据命令所说的那样 我们将战区开火位置 让苏联人靠近 然后一个一个地消灭他们 也许听起来很简单 但是执行起来就不是那么回事了 我们没有时间思考 在战斗中 我们像无感情的机器一样 工作 甚至当某位战略阵亡时 其他人都没有察觉到 战场上的情况瞬息外变 只有当战斗结束之后 我们才恢复了正常人的知觉 然后开始检查我们的器官 是不是还原封不动的长在身上汗 在战斗中 我们对任何事情的反应 都来自于在成败上千次训练中 形成的条件反射 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了击败敌人 并且幸存下来 明斯克卫国战争博物馆的IS 2GIS三原型车苏军坦克慢慢的靠近了 一辆斯大林朝着我们的黑豹开了过来 苏联人一定发现了我们的踪迹 因为他们开始朝我们这个方向开火 作为一名坦克车长 我决定改变设计位置 情况变得危急 我们在一片树林的边缘 我们背后的树林长得十分茂密 以至于我们的坦克没法倒车进去 而且此时太阳已经落山了 变别目标变得很困难 我的炮手Watercraw 同时也是我最好的同志 我们一起完成了四次任务 肩并肩地度过了所有难关 并存活了下来 他和我一样来自东普鲁市 是一个能干的 技能型术的出色炮手 并且一直坚定 他是我们车组中 唯一没有陷入慌乱的人 当斯大林坦克拿出极巨大的主炮 在如此近的距离上 此时双方的距离大概为50至100米出 现实 车组其他成员显得有点惊恐 他们本能地想离开这个地方 然而 由于只有我处的这个位置 车长位置 才能完整地观察到整个地区的情况 我们的命运取决于迅速并无条件的执行 我下达的每一条命令 我命令炮手向斯大林坦克开炮 此时我们打没打中显得不是那么重要 因为我们的炮火把苏联人陷入了慌乱 我们得好好利用这个机会 一句打垮他们 我命令炮手描转斯大林坦克的车体 坦克就像优品一样 除了车长其他组员只能看到车外很小的一部分车域 或者干脆什么都看不见 这更加具了车组成员的紧张 1945年 匈牙利境内的德国黑豹坦克部队 我的驾驶员 来自上西里西亚的MORYTZFYSTL 未经我的命令就茂然发动了引擎 它想要撤退 即便员和装填手很害怕 它们慢慢的陷入了恐慌 运转的引擎从排气管喷出火光 正在傍晚很容易暴露我们的位置 尽管我也很紧张 但我没有失去理智 我得下达明确而清楚的命令 并让我最好的朋友执行 苏联人也停了下来 和我们一样 他们也在观察周围的情况 我们在傍晚昏暗的光线下 看不到更多的东西 但双方都知道 对方处于警戒状态 我的炮手Walter 尽可能精确的瞄准斯大林的车体 开火 我大喊道 一道闪光 一声巨响 炮弹飞离了炮糖 炮弹直接命中了 斯大林 同时 停在我们右边的黑豹也开火了 太糟糕了 尽管我们都打中了 但是炮弹在斯大林坦克后中的装甲上弹飞了 我们能看到炮弹被弹开飞上夜空的轨迹 这是自从我们用上穿透力强劲的75毫米坦克炮之后 从未遇到过的事情 我命令炮手更加仔细的瞄准后再次开炮 同时我们右侧的黑豹也开火了 在一次地 我们打出了炮弹 似乎没有取得任何效果 奇怪的是 斯大林坦克仅仅是停在那里不动 并没有开火还击 我们没法设计他的手下 原来是 Cardinal Zippor 根据少下文个人推测 这里实质打不到他的手下装甲 因为他停在一个坡上 正好挡住了他的薄弱环节 于是我们右边的黑豹开始激动侧翼 在占据了更好的设计位置后 打中了斯大林坦克薄弱的尾部装甲 这是致命的一击 斯大林坦克内部干扰开始爆炸 强烈的冲击波 几乎将炮塔的顶盖都给掀开了 1945年 匈牙利境内的苏联T-3485坦克 但是第二辆斯大林也靠近了 他一定发现了我们开火的炮口焰 并朝我们开炮 我立即命令我的炮手转过炮台朝他开炮 这辆斯大林和前一辆一样 被击毁了 这次怎么这么容易就击毁了 在和苏军交战中 我们的四辆黑豹 一共击毁了五辆T-34和二辆斯大林 我此时千色变暗 我们得撤退了 但 是在撤退之前 我的黑豹又击毁了一辆 从正前方开来的斯大林坦克 当时他冒冒失失的开到了 我们黑豹前方的鞋坡上 我的炮手叫一包炮弹 干净利落的送进了炮塔和车体的结合部 起初除了从逃生仓处冒出的黑烟外 没有别的异常之处 随后 斯大林坦克的逃生仓处打开了 正当苏联坦克车长 准备爬出仓处跳车的时候 我的炮手朝着第一次命中的位置 又开了一炮 这下斯大林坦克的炮塔被炸飞了 车体内冒出巨大的火焰 没有一个苏联之族 能活着逃出这堆废铁 没过多久 苏军停止了前进 我们排返回连部 战争最后一年中的一天终于结束了 住 本文所有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本文作者 史维尔编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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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识 正 包括